歡迎收看近期的台灣 我是廖婷娟 帶您來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宏傑義時的南台灣海鮮塔 加上了經典的沙茶爐 成就了一段傻人有傻福的 創業故事 本來是屋裡治療師的蔡大維 再一次偶然的機會 到了台南品嘗到當紅的海鮮塔 新鮮的草丘 白蝦 蛤蜊 每一層都是滿到不能再滿的鮮味 還有用扁魚做的湯頭 櫻花蝦做成的沙茶醬 這一味讓蔡大維驚艷萬分 向創始店老闆蔡孟偉開口 請他傳授廚藝 當時店裡的生意是天天客賣 有許多捧著大把鈔票 上門辦事的人 但都被蔡孟偉拒絕了 而蔡大維為什麼能夠 說服老闆傳授呢 一起帶您來看看 你一定要自己下去 你才有辦法說把這些東西 全部顧到最好的品質 之前有追到八成就九成啊 每一層打開都有一個驚喜 天虾 再來就是蛤蟆 再來那些啊 每一層都很漂亮都很新鮮這樣 有魚 有蝦子 有蛤蟆 有好吃 吃到很棒 很好吃 對 一層一層讓人驚呼的海鮮塔 新鮮的程度就像是顯老美味 但飄香的地方不靠旅港 而是在新莊的一家餐廳 一手端菜的就是這裡的老闆蔡大維 七十九年次的他外表稚氣 嚴詞腼腆 賣起海鮮來卻是架式十足 層層海鮮塔的最下層是獨門沙茶火鍋 堆疊的幸福感讓店裡隨時 都有著圍爐的氛圍 每到用餐時刻 廚房就像在打仗 我想真的 我們能在新莊開這麼久 然後又沒有競爭對手 我們一定有自己的點在那邊 就是人家模仿不來的 我們不是做冷凍的 其實我們講真的沒有在賺成本 台灣客人問我說 你們蝦子有幾隻啊什麼的 然後我們就是這樣擺滿 滿到不能再滿的海鮮 只用清蒸保留住原味 除了石斑魚需要先玉蒸之外 其他海鮮食材 大多兩三分鐘就可以搞定 來 起來 這個是小層的 對 厚切透抽 薄條白蝦 還有整層滿滿開口笑的蛤蜊 底層的高湯更是沙茶火鍋的重點之一 這鍋清澈的湯底 食材大尾每天情子現熬的 也是他入行學習的第一步 我們有用那個豬大骨 還有雞胸骨 它的熬湯大概每天 要花多少時間 我們大概光前置就要一個小時了 對 然後要熬到好的話 大概四四五個小時吧 沸騰的煙霧讓小小的廚房 頓時溫暖了起來 加入洋蔥 高麗菜心 還有大蔥提味 看思簡單的步驟 實際操作才知道一點都不簡單 開始的時候就是常常 東西都不知道要丟什麼 然後大概學三個月到半年 對 但是你學的就是一些皮毛而已 你要等真的開店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去學更多的知識 蔡大維接觸餐飲近三年的時間 在和海鮮塔結園之前 他是一名物理治療師 完完全全是餐飲的門外汗 就是幫人家復健的那一種 對 例如像五十間的病患啊 媽媽手的病人啊 那兩三年後我就想說 真的要繼續做這行業嘛 剛好有朋友介紹 那就開醫師做了餐飲宴這樣子 透過朋友介紹到台南 五一間認識了在地有名的 沙茶爐海鮮塔老闆蔡孟偉 對於這一位是驚豔萬分 這樣的機會 蔡大維印證了傻人有傻福 在創業這條路上 他還比別人多了一份傻勁 這個東西好特別又好新鮮 對那吃了以後就覺得驚為天人 就覺得說我一定要做 大約啦大約其實下台南來來回回 大概有五六次七八次了 還沒下去的時候我就開始做很多功課 我從北部這邊所有的漁港 所有的海鮮 對到包括怎麼採賣啊 價錢啊的方面 通通都要去了解到 其實有一度想要放棄 因為就覺得說 常常被刺到 常常被夾到 那一下那邊痛 一下手又腫 我真的能做餐飲嗎 雖然幾度想放棄 但是蔡大維覺得年輕就是本錢 開始自學起火海鮮的功課 不辭辛勞往返台南 終於打動了蔡孟偉 願意把手藝交給他 當時蔡孟偉店在台南非常火紅 幾乎天天客滿 也有許多人捧著大寶 鈔票 想跟他談加盟 但是都被他拒絕 蔡大維的誠意讓蔡孟偉 覺得他是真的有心想做 決定給年輕人機會 不求利益的把海鮮塔的秘訣 交給蔡大維 採訪的時候 蔡孟偉還特地北上而來 帶我們認識海鮮塔的第一課 採買漁獲 北部的話來竹尾這邊找 對 又新鮮又... 老闆 這個松葉蟹怎麼賣 便宜啊 便宜... 帝王蟹 也是清蒸啦 對 因為都還是火的啦 所以東西只要是新鮮 清蒸就好吃了 頂級帝王蟹 毛蟹 松葉蟹 活龍蝦 只要客人想吃 就會滿足一張挑嘴的需求 像一開始我們做的時候 就是帶著大維我們來這邊逛 那因為一開始初學者嘛 有些食材 有些東西 他有不同的來源跟產地 所以要去認識 要去研究啦 但是也要是靠著跟老闆 補甘情 就剛開始像這種沙公沙母 我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工的 還是不能慢慢去學習 才慢慢的知道 了解 那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會不會就求救那個 對啊 就不懂的 就是海鮮要問嘛 就不用害怕丟臉 就馬上一通電話 馬上擋就有 海鮮的學問是很大的 品種 季節 價錢 門路 不同於事的規定 都要摸手摸透 蔡大維用心學習 倒也學得很快 螃蟹 樓蝦 白蝦蛤蜊 都是店內基本配備 以前看外面的人做餐 以為很簡單 就東西丟一丟 弄一弄 可能就端到客人前面就好了 可是光湯底來講好了 我們的扁魚要炸過要炒過 蝦米也必須要處理過 你才有辦法去呈現給客人 要炒到金黃色 基本上應該30分鐘左右吧 搞懂了海鮮之後 來自台南沙茶爐 還有一個秘密武器 是僅此一家 絕無僅有 那就是不惜成本 拿櫻花蝦來做沙茶醬 一個我是東港的女婿 所以我們那邊東港的料理 有一些都是用櫻花蝦 去做味 就是調味 像這樣一把 可能就要兩三百塊 對 一斤要現在漲到兩千多塊 因為沙茶也都是一些蝦米 什麼去構成的啦 它的基本要素 對 那何不下了重本 用就是蝦界中的老師來吃 這個滿特別的 一般在用的沙茶醬 裡面沒有那個櫻花蝦 那吃起來味道就特別好 一口接一口 讚 鮮甜 真的不錯 都是原味的 海鮮塔加沙茶爐的組合 從台南紅到台北 蔡孟偉說 它最多可以堆到七層八層 不過海鮮保持最好的蒸煮狀態 三四層則是最剛好 第二層的話 我們蝦子跟透臭軟絲 那我們就放在一層 再來我們有鮮魚 我們的石斑 那我們會放在最底下 那我們會先蒸 對 那螃蟹這一類的龍蝦 我們就會放在它的上面 因為我們是靠我們鍋底的蒸具蒸它 所以每一層的溫度是不一樣的 那食材承受溫度不一樣 所以它擺放的位置就是不一樣 那聽說你之前也會亂吃 對啊 你是嗎 因為我試過烏拉魚啊 結果蒸太久了 不一定每個食材都適合蒸 在我們上面堆疊的這些海鮮 然後利用蒸氣蒸熟之後 它食材的原味都會滴來我們湯裡面 你要先喝一口精華 大size的海鮮塔隨便一放 都要把鏡頭給塞滿 鮮甜澎湃就像蔡大維的創業人生 看似簡單的料理 背後卻是需要花費時間和精神 因為廣大有心受到貴人傳授教導 對城市海鮮門外漢的蔡大維來說 別有一番意義 每天一定都聞得到 對 一天沒聞到 一天沒聞到就會 就開始癢了 對 以前是碰到海鮮味癢 現在是沒有料理 對 真的 那也要更做更好 成為我們給台灣第一把的海鮮塔 謝謝 這次提到的 目的是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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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